亚约三重舟与休斯顿法斯卡的一项筹目玩具爱心活动 11月25号在乔教中心举行了一场记者说明会 邀请乔教共襄圣举将爱心送到主流社会 当然这个活动最重要的是由我们中心主任王一荣主任的一个鼓励 然后所以办了这样子一个比较正式的一个发表会 那希望借助各位新闻朋友们新闻界的朋友们 能够为我们这个活动做一个宣传 让我们华人有华人尤其是我们朝界有更多的人知道这个活动 然后共同响应能够付款到募捐到更多的玩具 亚约三重舟灵魂人物陈毅玲 黄诗婷 吴珍希望借着这一场动物狂欢节音乐体验的亲子音乐会 汇聚更多爱心 同时也让新生代家庭子女有机会感受一场生动有趣的音乐会 动物狂欢节这个原来的曲子编制其实蛮大的 它不是只有三重走 可是我们这次我们一起把它编写成只有三重走 加上述底就可以完成了一个亲子音乐会 那大部分的编曲其实是由吴珍完成的 他就是一个很有戏剧效果的一个老师 所以他会联系这些听众一起跟他们互动 然后猜猜看这些音乐会音乐当中的这个动物是什么 很适合就是带小朋友来 那另外就是我们这个音乐会就是因为我们本来就要办这个音乐会 然后听到Fast Club 他们也需要有Toy Drive 我们就想到说那我们就在音乐会当中 就也做一个这个Toy Drive的活动 所以目前我们就是有跟 我有去松年学院 我去松年学院还有那个我自己有一个 一些朋友然后我们就是一起募款募到了 大概可以拿到两千的两千的两千块钱的玩具 有Paper Pie Publisher Match Extra 50%这样子 所以还会有更多的玩具来 你今天看到的部分也是从里面来 但是非常欢迎大家就是来听音乐会的同时 带一个新的玩具 那这个音乐会售票可以扫QR课 或者是你现场买票都可以当时设备 平日热心担任桥界义工的海外青年文化大使协会Fast Club 这一次走出同温城 希望让主流社会感受华人的关怀心意 因此参加了这项募集玩具的专案 同时也获得雅悦三重咒 首先响应支持 所以通过这种 sector园 我们希望付出了这种园声养感的 совм团的社会 责易享受当养承桥币快乐 产品来给我们的养承桥币 推荐的喜爱和荣裟币 这些肾的困长 从专案里面有专案的养承桥币 当天见证这一项异举的巧救中 主任王英荣 乐见这一桩美式成型 鼓励华裔青年加强为社区服务的动能 这个活动巧教中心非常鼓励 也希望他们能够来召集一次的新闻发布会 让社区的巧界的人士能够知道 然后一起来响应 那这也符合我们FASCA培育的宗旨 就是要训练我们的社区孩子们 第二代有一份领导跟参与社会服务的爱心 跟社区服务的行动力 这次募集的玩具将捐赠 而是要保护义工机构 最后一天捐赠玩具日期为12月3号 2月3重周动物狂欢节音乐体验演出现场 平日可直接送交休斯顿巧教中心转送 打算在妻子医院会当天捐赠 请先上网订票 届时再将玩具在会场交送FASCA 听完了我们雅悦三重周的老师跟我们FASCA的这个说明之后呢 我再次呼吁就是还是最后感谢我两个单位的这个想这个号召 让我们的桥界人士跟我们的这个社区一起来响应 来做这个去听音乐会 同时呢来做这个乐捐 然后来做这个Toy Drive的活动 将你们的这个爱心捐献给我们的这个儿少福利联盟 感谢观看